请不吝点赞 许家印大富大贵之后 关于他妻子的消息外界了解的却并不多 妻子隐藏在他的身后成为一个神秘人物 许家印的妻子是谁 他们的夫妻关系好吗 说起自己的妻子 许家印曾经非常愧疚地说 我欠他太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许家印是一个工作狂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根本没有时间陪妻子逛街 许家印的妻子叫丁玉梅 比许家印还大一岁 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许家印大学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厂工作 他在武钢顺风顺水 不但很快当上了厂长 还认识了红颜知己 认识丁玉梅的第二年 他们就结婚了 才子家人 天作之合 这段婚姻是十分幸福的 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 许家印在外面打拼事业 丁玉梅在家乡夫教子 夫妻感情非常好 在恒大集团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许家印曾经非常自豪地说 婚后那么多年 他们也吵过架 但是没有真正翻过脸 他们夫妻的感情 一直都是恒大人学习的榜样 其实也没有什么 许家印说他们这个好 就是老夫老妻在一起的这种实实在在 这样就很好了 河南人就讲究个实实在在 夫妻感情其实最可贵的也就是实实在在 许家印成名之后 难免要同各界应酬交往 他曾和范冰冰一起走红地毯 身边有各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作为妻子丁玉梅的压力大吗 倒是没有 丁玉梅对许家印非常放心 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 许家印说 妻子从来不问他干嘛去了 哪怕夜不归宿 妻子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因为妻子太了解他了 许家印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加拿大去读书 妻子也去了加拿大陪读 许家印一个人在国内 一边要工作 一边还要照顾自己的老父亲和岳母 恒大人都知道 许家印工作起来就是一个拼命三郎 没有时间去照顾家里 没有时间去陪妻子 丁玉梅没有抱怨 扮演了一个十分优秀的贤妻良母角色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丁玉梅就是许家印背后那个优秀的女人 虽然她很少出现在前台 虽然公众场合她很少站在许家印的身边 但是她对许家印的帮助是巨大的 当年许家印辞掉央起武刚的铁饭完好工作 南下深圳创业 丁玉梅毫不犹豫地跟着她一起 丛林做起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不离不弃 这是对许家印最好的支持和鼓励 许家印不让丁玉梅出现在公众场 可是为了保护她 然而她保护的有点过了 许家印是一个大骗子 她居然把孩子和妻子都送到了和中国并不太友好的加拿大 还让他们带走了巨额资产 据说许家印通过妻子 转移了500亿资产 丁玉梅以上百亿的资产登上了胡润女富豪榜 这些钱当然是许家印给的 可这些钱不属于许家印 而是那些老百姓买恒大房子的钱 是从银行贷出来的钱 许家印说她最亏欠的 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 可妻子却被她硬生生打造成了百亿富破 看来她又说弥天大谎了 再一次骗了全国人民 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财富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性的显现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在财富的滋润下 生活却如此奢华 然而她的生活的五大癖好更是让人惊叹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癖 一 许家印的生活中有一项奢华之举 那就是她拥有一部专属的私人电梯 这部电梯不同寻常 因为其他一切电梯都被保留给她和她的贵宾们 为了确保这部电梯的正常运行和安全 她还雇佣了20名电梯控制员工 每人年薪都超过30万元 这些员工的唯一任务就是控制电梯的开关和速度 而且他们有一项明确的规定 那就是绝对不允许其他人进入许家印的专用电梯 如果发生任何差错或意外 她会严厉训斥这些员工 要求他们确保电梯的运行始终如一 这种对电梯的严格控制和雇佣电梯员工的行为 让私人电梯变成了奢侈的极致版本 也反映出财富带来的一面不太美好 许家印对电梯的控制甚至超越了一般人的理解 她相信这是生活中的一种奢侈 也是她的特权 对于许家印来说 她成为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个凸显她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这种私人电梯和电梯员工的存在 代表了财富和特权可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以及对生活中常规事物的重新定义 这同时也引发了对于社会阶层差距和奢侈生活的思考 在这奢华的一面之下 也让人看到了财富带来的不平等和个人特权 这是许家印生活中的丑恶之处 二 许家印对舞蹈和音乐的热爱并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 她喜欢的不仅是表演 更是创造出一支超级豪华的歌舞团 这个团队的成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舞蹈功底 还必须具备出色的外貌和身材 这支歌舞团的成员不仅具备高超的舞蹈技巧 他们还承担了众多的社交陪伴职责 许家印之所以将这些成员视作团队的一部分 是因为她渴望在各种社交场合拥有优雅迷人的伴侣 这些成员可以陪伴她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享受与许家印一同参加这些活动的乐趣 据传言 这支歌舞团的成员年薪高达500万元 简直就是天价的舞者和伴侣 这一数字反映了许家印对于团队成员的高要求和慷慨报酬 她愿意投资大量的财力 来确保这支歌舞团的高水准表演和社交陪伴服务 总的来说 许家印的对舞蹈和音乐的热爱超越了普通人的想象 她不仅打造了一支具有高超技艺的歌舞团 还将这些成员视作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表演还是社交活动中 这支团队都为她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精彩的色彩 她的慷慨投资和对成员的高要求 让这支歌舞团成为了豪华和高水准的代名词 三 许家印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其中的奢侈元素可谓令人瞠目结舌 她的生活中充斥着许多奢侈品和习惯 彰显出她对品质生活的执着 首先她以只吃进口水果而著称 这种生活习惯表现在她对食材的极致追求 只有最新鲜最高品质的水果才能满足她的味蕾 这也反映出她的健康意识 她相信使用高质量的水果有益身体健康 许家印的出行方式同样豪华奢侈 她经常乘坐私人飞机 这为她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隐私 让她能够随时前往全球各地处理万科集团的事物 不仅如此 劳斯莱斯是她不可或缺的作家 无论是在商务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 劳斯莱斯都伴随着她凸显了她的尊贵身份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生活细节 是她入住酒店时的奢侈要求 她对于住宿的要求极为严格 要求特定楼层的安排 以及电梯必须停在特定楼层 更引人瞩目的是她的个人保镖 秘书、私人管家等团队 四、许家印拥有一些相当独特的饮食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她对牛奶的痴迷 据传 她每天都会饮用大量的牛奶 有时甚至高达数生 许家印坚信牛奶对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益处 特别是对骨骼的强化 她认为 每天摄入足够的牛奶有助于维持体魄 让她能够应对日常工作中的高度压力 这个习惯使得她的办公室总是备有新鲜的牛奶 以确保随时都能享用 此外 许家印还喜欢一种名为黑金的咖啡 这是一种非常浓郁的咖啡 这款咖啡以其强烈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而闻名 是她每天开启早晨的必备 这些看似奇怪的饮食癖好 使得她的厨房 常年散发着浓烈的咖啡香和牛奶的清新气息 尽管这些习惯可能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们似乎是许家印保持充沛精力的秘诀之一 在繁忙而充实的日程中 这些独特的饮食习惯成为了她的能量来源 助力她继续引领万科集团取得成功 五 许家印的私生活一直都是众多传闻和猜测的对象 她已与多名女伴的高调约会而出名 这些女伴包括了艳星 模特和其他社交名院 她的生活中充斥着奢华的宴会和派对 这些活动成了她展现财富和享受奢侈生活的场所 虽然这些传闻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但许家印在国内外都拥有多处豪华住所 这无疑也印证了她过着远离俗世喧嚣的生活方式 这些传闻和绯闻引发了社会对许家印的关注 使她成为公众眼中的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她的高调生活方式和与不同女性的亲密关系 都在媒体中频频曝光 引起了广泛议论 虽然她是中国首富之一 但她的生活习惯却与普通人截然不同 这也引发了对她行为和价值观的质疑 感谢观看